各位爱护生态环境的好朋友大家好 台湾位于亚洲与南太平洋之间 正好是候鸟境迁的终极站 半普玉身长约33-36公分 展翅约59公分 重量127-245公克 繁殖骑橙鸟体下大片砖红色 体上是深色并有明显斑纹的砖红色调 非繁殖骑橙鸟灰褐色 有较暗褐色的嘴 半普玉嘴和脚都是黑色 每年春夏过境台湾的时间 大约在4月和5月份 秋过境时间为8月和9月份 分布于欧亚大陆 东亚族群在蒙古和中国东北繁殖 冬天会往南迁徙至中国东南沿海 东南亚、澳洲等的渡冬 岁月静好在台南七谷 将军失地、北门三辽湾、西底辽官鸟 让人可以感受到时间的流逝 以及观察和学习自然界的运作 待望远近跟着飞鱼在云迦南湿地 沿田旅行观察猴鸟 将会是一个令人心情愉悦的体验 并且能够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和平静 今日鸟类明日人类 布莱克独木舟生态研究中心 2023年7月27日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